祂是 陪的荣耀 祂是 陪的尊贵 祂是 陪的全能和松赞 我今天领导家家庭在这里向你宣告 这个教会永永远远 松赞荣耀亏给你 不是七百间堂会向你献上荣耀 而是只有一个身体 何而为一 把荣耀的祭献给你 但愿神在教会中 并在极度列出力 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10月10号到13号 台北领良堂70周年堂庆 在台北和平篮球馆盛大举行 此刻来自全球28个国家 329间分堂 近6000位海内外灵良家人 相聚欢庆 在这70年满足的时刻 领导我们是一 We are one 回到起初的护照 合一前行 台姆市最荣耀的时刻 就是全球分堂代表旗队 拿着自己所在的国家旗帜进场 象征着各地都有神的教会 让我们热烈的掌声 欢迎来自加纳 多哥 贝南 接下来的掌声欢呼和尖叫 应该要达到最高分分 我们掌声欢迎台北领良堂 Let's welcome 台北领良堂 这次历史性的聚会 不只是欢庆 更是领良家人 彼此更深交流和更新 与神对齐 宣告不止合而为一 更对齐台北领良堂的核心价值 传承使命 全能宣教 例行圣经 和建立荣耀的教会 也一起回顾展望 观看上帝在领良堂70年的作为 继续拥抱宣教的热情 就是因为神所给我们这样 清楚的意象 建造神荣耀的教会 是这个意象使我们合一 今天教会 也要道成肉身 进入这个世界 能够活出见证出来 能够影响这个世代 所以我们领袖的意象 就叫做one 那这个one其实讲到 当然这个身体只有一个 讲到的是合而为一 但是这个one同时也讲到了 我们回到初心 回到起初的爱 现在在这么多的地方 这么多的国家 有这么多间领良堂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对齐 所以我们就回到 我们起初所领受的意象 传承使命 全能宣教 例行圣经 迈向荣耀 那这个是在周牧师的那一代 他们所领受的 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一代 重新来对焦 然后把这个核心 能够跟每一个分堂 一起来思考 一起来思想 所以感谢神的恩典 然后看到我们的现在 也预备好 进入到未来的七十年 台北领良堂 源自创会牧师赵世光 在上海大复兴浪潮中 领受护照 于1945年 创立中国基督教领良世界布道会 并在1949年后来到台湾布道 1954年开始设立台北领良堂 随后七十年间 历经赵世光 寇世远 郑昌国 周神柱 欧永亮 周迅正等主任牧师的带领下 台北领良堂成长茁壮 遍地职堂 我愿意在神面前说 神保守给我们恩典智慧 让我们跟台湾的宗教会 跟列国的教会 我们要在国度里面 合一同心同行 一直到看神的国奖励 迈向七十年之际 众人不但领受传承使命 更尊荣所有资深的 领良牧者知事团队 和弟兄姐妹为主板上 我们也代表台北领良堂 七十年来 所有的主任牧师 全职牧者 全职的行政同工 还有信徒领袖的团队 我们是代表他们 跟大家一鞠躬 牵手是代表合一 鞠躬是代表谦卑 我们也给彼此一个掌声 然后我们跟彼此说 有你真好 今年台北领良堂 致力成为国度导向的教会 并为着国度里 众教会的合一同行 付出行动 今天在这个场地里 我们是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基督 让今天在这个时刻里 让这聚会 充满着对神的感恩 不只是台上的 是每一位弟兄姊妹 把你的感恩都归给上帝 说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主 看到神 借着灵良教会 以及他们的整个一个网络 广传福音 建立教会 其实如同今天多次的强调 我们不是在高举一个教会 乃是我们高举着这一个教会的主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灵良堂教会呢 它整个教会是一个指标型的教会 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就是看到他们所做的 而且所带出来的成效 那带给很多人非常多的启发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灵良堂神兴起它 是成为众教会的祝福 灵良堂七十岁生日 祝福他们生日快乐 灵良堂见证了整个华语教会 在台湾发展的历史过程 希望未来的七十年 能够荣上加荣恩上加恩 祝福他们更上一层楼 我相信台北灵良堂 是神所拣选的教会 它不只是要成为一个先锋 我成为它会启动 台湾原住民 或者是台湾教会的合一 神把合一的种子 放在这个教会 听了神的儿女们 言华如此说 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慌 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 来在乎神 跨越七十 台北灵良堂宣告 将继续在上帝的国度里 致力国度合一 家人同行的意向 宣告台湾的教会 我们是一 继续祷告寻求上帝的心意 建立荣耀的教会 GooTV新闻中心台北采访报道 宣告